新增共享资源 那我们打开共享档案的这个管理器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新增档案的方式 去选择单一的档案来做分享 或者是呢 我们也可以事先先把很多的档案 集中到某一个资料夹去 然后利用新增目录 这个新增资料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例如我们点选这个资料夹 按下开启 那如果说我们选错了 这个档案并不是我们要分享的 那我们也可以点选它之后 做一个删除资源的这个动作 那在这个共享管理器里面 所出现的这些资料呢 我们按下套用 或者我们按下确定之后 它就会在整个 有启动IPTax的这个区域网路里面 就可以找得到他们 那我们现在按下确定 就整个完成了这个设定 或讯动派到这些设定了